每一天第一天 词曲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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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来到上帝他所设立的教会 我刚刚跟智慧长老聊一下 我说我记得我好像二三十年前 来过我们的教会 后来真的 他说真的有 我配了一个干事来这边应征 他说真的这一位干事 他现在在当师母 很高兴 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 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 我在去年八月才到彰化中会 彰化中会的园林大同教会 我每次到一个新的教会去 我就想分享我的见证 在第一次的讲台里面 我想分享让大家 让弟兄姐妹知道 我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了 才去年才刚毕业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要见证上帝 在我身上的神迹奇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 它说在那个苏米市 在猴子扔下球的地方继续打球 这个故事的内容是 住在印度的英国人 英国商人 他们想要用道夫球来做娱乐 他们在加尔各达 他建了一个球场 可是他建完了以后 非常的头痛 因为就是有一群猴子 常常会从那个树上 这样子的跳下来 然后追着球满场的跑 抢掉球后就丢来丢去 因为猴子引起的混乱 球场球赛就往往被中断了 刚开始这些英国人就想办法 他们就用了栏杆 栏杆 要得阻隔这些猴子的骚扰 不过很快 那些栏杆 栏杆 他就再挡不住猴子 聪明的猴子 接着他们就尝试用诱导的 我们知道那个猴子喜欢吃什么 香蕉 水果 苹果 他们就用这样子去诱导他 免得他再来 不过很快 那这些猴子很像很喜欢看人家 急着看人很生气的样子 追着他们跑 然后他们就开始又想别的方法 用抓猴子 可是一只接过一只总是抓不完 他们尝试又派人去那边站位 兵站感 可是也不能喝止这个这些猴子来骚扰 最后这些因果商人只好放弃了 他们放弃并且他们决定 猴子在那边哪边扔球 他们就继续在那里 继续打球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以想象用这样的方式 有打高尔夫球 我不知道大家会 有没有人会打高尔夫球 还是有看 喜欢看高尔夫球 就是说明明是一记很漂亮的灰肝 猴子却把落在草坪上中央的球 他很漂亮的球落在得婚最漂亮的地方 他把他拿起来扔在伤堆里面 或扔在水服里面 可是相反呢 打歪的球呢 打歪的球他就把他去水里 去沙里 他就去把他抓起来 丢在那个最漂亮的地方 如此一来 这个比赛的结果就没有办法预料了 那些英国人很快他们就领悟到一件事情 这样的球赛跟我们的人生一样 机会有时好有时差 可是无论好坏 我们无法转握 无法控制 这个作者 这一本书的作者 他很明的说 他说很多人以为 只要对神忠心 可怕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可是呢 事实是这样吗 事实并会如此 求神开我们的眼目 使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出于上帝 知道所有领导 在我们身上的喜乐哀乐 喜怒哀乐 忧愁 甚至撕裂我们心肠的追心之痛 都是出于那爱我们 为我们定时在十字架上的上帝 我想问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上帝是仁慈的吗 上帝是公义的吗 没有回答的人了 上帝他是灵敏的神吗 那他他是仁爱的神吗 他是公义的神吗 我们都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疼爱的神 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 是一个满有慈悲灵敏的神 是一个恩典有真理的神 是一个会赦免的神 是一个赏识我们一生有够用的神 是一个当我们跟他求饼他不会给我们石头 我们求雨的时候他不会给我们蛇的神 对不对 还是有一些人不敢还是不好意思回答 我们很喜欢强调神的爱 我们每个礼拜每天或许有些人每天每个礼拜 在座礼拜的时候都歌颂神的爱 像我们刚刚敬拜赞美里面都歌颂神的爱 神的爱比山高比海深是那样的无穷无尽 但是我要问你们 为什么山会走路呢 为什么两年前我们有个诗诈 山走路了 他却汪死在里面 上帝是慈爱的吗 如果上帝是慈爱的 他为什么让红纵秋汪死呢 我们强调上帝是灵敏的神 是公义的神 为什么我有一个同事 刚刚我在提起跟智慧长老提起 我曾在医院里面上班 我有个同事他是一个寡婦 他有一个独生子 他读大学的时候是进阶的不用考试被甄选的 到国立的大学 才去每两天 他就因为打篮球的时候 捡球被垫垫死 我想我们应该有听过这个新闻 他是我的同事 为什么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啊 为什么抵抗上司的第一线的基督徒医生 横虎的医生 他被他为了救人被少使夺去生命呢 为什么好好去世贸上班 去被恐怖分子的飞机撞死呢 难道这些人是活该的吗 为什么神允许基督派的人 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还在伤害基督徒呢 上帝是灵敏的吗 上帝是慈爱的吗 为什么别人一个钟头手赚的钱 比我十年赚的还多呢 为什么有人天生就四肢健全 非常的美丽 还可以选世界小姐 健美先生 为什么我就是瞎子 瘸子 四肢不健全呢 为什么明明是我被陷害 却没有人为我作证呢 为什么人他们 污了钱都没事 轮到我的时候 却要被关到死呢 其实为什么人家的婚姻 是那样的风和日丽 幸福美满 我的却是愁运财物 便打雷呢 为什么人家的孩子 是那么的乖 那么的聪明 我的却是我头痛的来源呢 为什么大家还要追说 上帝是公义 是灵敏的神呢 为什么明明我计划好的事情 却完全没有照我的预算 来发生呢 为什么每天在那边玩 作弊的人 他们却都是在那里 能马上就考上了 有很多很多不能理解的变数 比不能了解的世界化 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这些事情 似乎没有因为我们有神的原因 来澄清化 变得更复杂 更难理解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有了神 以后 遇见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 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呢 这时候你可能听到这样子的收视 说没有神啊 一切都是命 都是命注定好了 我们就只好学会认命 或者学会不像命运低头 像一般人就好了 可是我们有了神 反而使基督徒的生命 变得比没有神的人更不杂了 有时候基督徒 私底下是苦得要命啊 表面上就要装出充满神的样子 私底下心中 对生活的遭遇充满埋怨 表面却是一副要靠着神而活的模样 如果基督徒的生命 台语歌说 拜一拜一拜三拜是整个礼拜 专拜主是热年好好 生日早是热年好 可是当你遇到了事情的时候呢 你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呢 这些不公平的时候呢 人家怎么看我们呢 我们还要表现很好 非常的平安 免得好像我们要让上帝 我们会让耶稣的面子挂不住 一样我们很像背了一个基督徒的弹棒一样 不能让上帝丢脸啊 另一方面 我们还要不断的劝福我们自己 遇到了这些苦难的事情 还说神是爱上帝是爱 可是这么多悲惨的事情 这么不公平的事情 这么倒霉的事情 不照牌里出牌的事情 还是沉思不求的花生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需要认真去思考 用我们的生命去面对 我们不可以只给自己一个很肤浅的答案哦 什么是肤浅的答案 标准答案呢 当你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会习惯告诉自己 或告诉别人 说你一定信心不够 你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一定没有好好祷告 你一定很久没有亲近神 你一定做了什么不讨 神喜悦的事情才会这样等等 有时候我们对别人说 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说 是的这些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没有真正明白 这一切为什么要临到你的身上呢 这为什么要临到我的身上呢 究竟对我有什么意义呢 上帝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直到我们的生命中 遇到更大的挑战的时候 更多的试探的时候 如狂浪 一般像最近的台风一样 狂浪一直来的时候 活在一种对神表面相信 实际上人靠着老我固执的生活 甚至开始去羡慕那些不幸的人 好像活得比我们还自有自在 因为他们可能可以去算命啊 不只为狗树啊 去看出你的命格就到这里 就必须这是你的劫难啊 还是去化解啊 如何去化解呢 我们好像会去羡慕了 有许多刚认识我的人 莫西奶的惠勇 都不相信我是一个离婚 且我有一个有智障的孩子的妇女 因为我每天笑容满面 很快乐的样子 甚至我的好朋友 我的同事 都会偷偷问我是不是在谈恋爱 我跟他们活认 他们都不信 我只好告诉他们 其实有 我有 可是他不是普通人物 他是一个兄弟啊 老大 请他们小心不要欺负我 那你们知道我的男朋友是谁吗 我有时候 我是第二代基督徒 我小时候 跟我表姐妹在玩多米场的时候 我想要躲在那个我们家的阁楼 我想躲进一间一个很大的木箱里面 我用力把它打开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家有僵尸啊 我下个半年 黄昏的时候我就不敢去上厕所 因为我们家住的是适合院 后来我爸爸妈妈他们带我去看过所有的医生 怎么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还在那边尿船 看了好多医生都没有笑半年 后来我心里一失问我 爸爸在旁边看着 才知道一直问到究底 那不是家师傅啊 那是我们家真祖父的官服啊 说我的真祖父做过末代官老爷 我们看到的僵尸片都有穿了好整齐的 那个清朝的衣服当跳来跳去 我们家也有一件啊 有乌纱帽 有那个很像僵尸服的衣服 那是官服啊 我小时候我成长的过程 我们家有不少的佣人 记得有扫地的佣人 有煮饭的佣人 有种田的佣人 有管理的总部 有七八个佣人 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一个佣人 我记得我读佛小的时候 还有一个佣人八岁陪我上学 陪我上去上学 小的时候去接我回来 我小时候又有这么好的生活 我以为环事顺利 生活不足 父母的疼爱 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 在家里面有三个弟兄姐妹 我是最小的孩子 我的兄弟姐妹疼爱我 爸爸宠爱我 我以为这是基督徒应该享有的福利 直到我结婚我孩子受伤的时候 才是我苦难的开始 我的孩子在七岁的时候 他骑脚踏车 他掉进公共设施里面 在一个很大的教堂里面 可以放十几台游览车的教堂里面 有人进来挖了一个大水沟 但是工人就走了 我的孩子每天在那边骑脚踏车 他不知道十五点 他就骑行掉下去 掉下去以后 他的舌头断掉了 脑部受伤 他从一个聪明的孩子 变成一个灵友残障手册的孩子 如果以国陪 现在会陪很多 可是当时的 当时的工头老板 跑到我家来 马上跪着跟我说 不要告他们 不要举花他们 因为如果我告他们的话 他们的工事会倒 他们永远不能再做这种工程了 会影响很多人的家庭 求我不要告他们 原谅他 我顾虑他们 我原谅他们 后来我的孩子 动作变成缓慢 行为变成学习上有障碍 他回到学校的时候 不能接受老师的教导 跟团体同学的学习 曾被新来的老师过巴掌 我到学校的时候 老师悄悄把我带到教室里面 马上也是跪着 跟我说不要举告我 我是代课老师 我是代课老师 你这样子举花我 我以后永远也不能当老师了 我看到我的孩子的 的脸两个脸 像那个米姑一样大 我原谅他们 老师说叫我原谅他们 不然他会失去工作 我都用基督的爱 去原谅那些伤害我的人 但我的孩子怎么办呢 我那时每天每天下班的时候 我独自一个人 我带孩子 我从屏东到高雄的长庚医院 做各种的治疗跟互健 每天到半夜才能休息 加上孩子的爸爸当时 事业不顺利心情不好 也常常埋怨我 没有把孩子照顾好 怎么把一个好好的孩子 变成是一个长障的孩子呢 让孩子受伤 亲戚朋友 有意无意也会责备我 甚至我的父母也责备我 我真的身心里疲倦啊 有好几次半夜 我经过高频大桥的时候 我都有冲动想带孩子去死 但每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就有莫名其妙的车子 跑过来敲敲我的车子 说现在为什么要留在桥上呢 已经半夜十二点一点了 为什么还在这里呢 或者就有人报警去请警察把我带回家 上带回家 上帝透过父母的疼爱 兄弟姐妹的关怀 让我无法割舍 但我向上帝求 如果要留我的生命 有一天时间到的时候 要招我回去的时候 请先带我的孩子走 请先带我的孩子走 弟兄姐妹们 世界上哪有一个父母是这样子的为他的孩子祷告呢 一个母亲要他的孩子先食 如果你们听懂 你们就能了解我当时的痛苦 我所做的一切好像瞬间一时被上帝火定掉了 更重要的我感觉到 我留在这个世界要做什么呢 对于我一生 我想要打一记很漂亮的球 我以为我打了一记很漂亮的球 猴子却把我的球丢到远远的沙堆里面 或丢到水里面 让我找不到 甚至我不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 我怎么找他呀 在我的生命中 我好像对上帝失望 我觉得我被神弃绝了 来和在那一刻 神也默默安静的看我 或许他正对我完全听不尽的我说 我的孩子 我知道你对我大发热心 但我要告诉你 这件事情是出于我 你有没有想过 各位弟兄姐妹们 有没有想过 当试炼攻击你的时候 神对你说 这件事情出于我 有没有想过 当你正在最艰难的环境中 是视边的人 视为的人都不理你的时候 都不了解你 都不顺你的心意的时候 都看不起你的时候 神对你说 这件事情出于我 他说我是管理宇宙 你所遇到的遭遇 你所遇到的遭遇 都有我的美意在其中 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面对这些环境 这些困难的时候 境遇的时候 到底神要我们学什么呢 用心灵和诚实 与神对话 大卫他曾经悲伤 怨恨的时候 对耶和华说 你眼面不看我要到几时呢 你不看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面愁涮啊 我心里面打亮着 我终日忧愁痛苦 要到几时呢 我在计算日子 要到等到何时呢 耶利明先知他 也这样子疑问过 他说耶和华 我跟你争辩的时候 我跟你辩诺的时候 你都说你是公义的神啊 但有一件事情 我还要跟你理论 为什么坏人的道路 走得这么的亨通呢 他们为什么 还能过得这么的 互遇平安呢 安逸的生活呢 但神对你说 这件事情是出于我 各位弟兄姐妹妹 不要隐藏你心中的悲痛伤心 甚至你生气啊 神允许我们跟他争辩哦 既然我们的意念在神的面前 不能隐藏 那我们为什么不诚实一点呢 我们跟神坦诚啊 表达我们心中的悲伤痛苦愤怒 各位弟兄姐妹们 祷告不屑于好听的话语哦 只在乎心灵跟诚实 如果你不是用诚实的心灵面对 你这些苦难 你这些境遇的时候 你只努力用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方法来给自己疗伤止痛 还是你去找别人 去倾诉 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你转向神 跟他面对面 你永远不会 不知道为什么 神要如此做 你不会认识神 你永远不会真正知道 从神的眼光来 这些事情 为什么要临到我们的身上 你跟神面对你的困难 你的遭遇 或者你永远不会了解 约伯所说的话 他说我从前风文有你 现在轻眼看见 这句话是约伯他在护足 他在满足的时候 丰盛的时候说的话吗 知道他悲惨到晋极致的时候约伯 他说我从前知道有耶和华 知道有神 神是公义的 神是灵敏的 神是丰盛的 但是等他到了痛苦极点 他到悲惨的极点 他说我从前知道是有你 但是我现在亲眼看见你了 相信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这件事情出于神 当我们遇见不容易的是 遇见难以承受的痛苦的时候 受了委屈 被人误解 甚至我们面对生理识别 神对你说这件事情出于我 在这样的时刻这句话听起来 阴刚非常的适合 当你遇到苦难 当你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不公义的事情 这句话神跟你说这件事情出于我 你听起来很刺耳 很霸道 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不可理喻的神啊 但是对一个认识神的人 曾经用生命跟神摔跤的人 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来说 这句话充满温柔跟安慰啊 神对你说这件事情出于我 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承不承认神掌权啊 神掌权 你相不相信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呢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你相不相信人筹算自己的道路 人在那边计划着我明年要做什么 我再过十年 我再认真服事 再过几年 我退掉的时候 我完全到教会去 你在那边筹算着 等我赚了多少钱的以后 我再来奉献 人在那边筹算自己的道路 唯有烟花 指引我们的脚步啊 有太多的事情 我们觉得一切应该要照着我们的计划 照着我们的方式来走 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很幸福啊很快乐 可是四篇三十九篇九节说 因我所遭遇的 是出于你 过就漠然物鱼啊 或许很多人在猴子把球拿走了以后 就失去玩球的乐趣了 不想再玩了 打球可以啊 因为那是娱乐啊 那只是好玩而已嘛 实在不需要跟猴子玩得这么的不开心 但人生就不一样了呢 当人生因为 你的人生 真出来就有这么好的好球 还是因为种种的人为 天然的亿万因素成为坏球的时候 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不是吗 不过希望你在这么重要的关键的时刻 你像神 你转向神 你不要转向人 因为这件事情是出于神 找出出路的唯一的出路 也是神啊 你应该跪下来 对上帝说 上帝 如果这件事情是出于你 请教导我 请教训我 使我明白 向人可以减少你一点点少痛 不愉快 暂时得到一些安慰找人的时候 但是你可能失去 你信心成长的最宝贵的一刻 因为如果你在那一刻 你像神 说出你心里面的不满 你心里面的埋怨不愉快 他不会不高兴 他会像所有的父母亲一样 只要你愿意用心灵诚实的面对 跟神面对 甚至你像雅各一样啊 你像雅各一样跟神人笑摔跤 说你不给我祝福 我不要你去啊神啊 你不给我祝福 我不要让你走 你抓住神啊 他愿意用他无限的爱来安慰你 你会更认识神 让所有的艰难阻挡都在你的脚底下 承认这件事情是出于神 就是承认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承认神在这件事情 或是在你身上的事情 他是在掌权的 他有他美好的意识 就是承认神要利用这件事情 来雕刻我 磨炼我 使我们成为他想要的器皿 既然你了解这件事情是出于神 就不会再埋怨 不再充满苦毒自己 不再想尽办法要逃避了 不想再想办法 推卸责任 不再将过错归于别人 这都是别人的错 不再印着你的景象 不悔改 不再固执 不低头 不再坚持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方法 自己所计划的人生去走了 不再认为每件事情 要照着自己的方法 才是对的啊 因为这件事情出于上帝 神永远在掌权 当时我在教会做干事 在上帝的带领下 在十二年前 十四年前 在门诺我从屏东 我就带着孩子 有人跟我说 在花莲 有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脑科神经医师 刚回来的脑科神经医师 刚回来是脑科的浅温 要我带着孩子去那边就医 我就带着孩子去花莲门诺医院治疗 在上帝的带领下 我也在门诺医院找到一个适合我的工作 我前如同被吊上岸的雨 差一点不能呼吸 差一点死掉 我再一次被放进大海里面 又重生了 因为我的孩子的见证 我的孩子在九十四年 得到特殊青少年儿童 青少年总统奖 进到总统府颁奖 因为带领了十多人信主 他从一个被爱的孩子 成为可以再互出 在社会再互出的孩子 我带领十多人信主在花莲 我们知道我们在座 有没有传道人或者长老执事 带领信主容易吗 但是我们带了十三四个人信主 都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不一样 这一切都不是我自己的能力 相信大家知道 这是神的作为上帝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只是想要进修 因为有很多家 所以我想进修 那个智慧长老问我读哪一个神学院 我说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因为我读了一个很特别的神学院 那个神学院是玉山神学院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玉山神学院 它是一个专门为原住民所设立的神学院 因为我在花莲 所以我就近去读了神学院 因为我半工半读 去医院还在上班 还在典书 我想要做一些社会的关怀 我想要协助失婚的家庭关怀成长 或者弱势的家庭 或我回去做上班 我突然没有想过我要幕会啊 而且我长期也在教会里面失情 我没有机会站在讲台上讲到 以我的身份背景 以人看是不可能的 我是一个单亲又一个智障孩子的护女 哪一个教会愿意请我呢 我协助的教会却要帮我完成学业 他说你去念 你回来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当传道人 你勇敢的去 我们帮助你的孩子 我们帮你照顾孩子 你全心全意去电神学院 我的姐姐在美国 赶回来告诉我 你赶快回屏东家乡 不要再花脸当流浪了 你回去我们供应你的生活 你回去当台老 照顾父母 你回去带着孩子赶快回去 不要再花脸了 我姐姐说了更重的话 她说 如果我们教会要请牧师 我们不会请你这种人 请我这种人 我也自己照镜子 谁要请我这种人当牧师 我说我不要 我不要 但是我们教会长老说 我们就是要你 你去念 你去念 你不要害怕 我们供应你的学会 我们供应你的生活 你们去 我们要你当我们的传道人 就这样 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就已经在那间教会 半工半读 实习了木会 我的教会 我的教会本来是只有十几个人的小间教会 但是它是门诺会的教会 后来我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愿意让我离开回来到我们的长老教会 因为教会在短短三年进步审数 到现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建教堂 现在再见 他们请我明年要回去看看 愿意的话再回去 因为他觉得我的事工又达到了 他们愿意放手让我回来 这个以后我有机会再说我的见证 在家里在办公室里 我种了不少的植物 都是没有花半毛钱栽培的 我会拿苹果的籽子 种出树苗 我会拿榴莲来花芽 我的朋友都说我是 绿手子 从在医院里面上班的时候 同事有快要死掉的 他们就说送到我的办公室 急诊室家户病亡 植物的家户病亡 医生种的半死的 护士种的半死的 就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就我办公室堆满了植物 我也喜欢种植物 在种植物的当中 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启示 我想分享给大家 我曾经种了一个很美的 高贵的咖啡杯 每一个欣赏过的人 都特别赞美植物的美 并问我为什么舍得 用漂亮的杯子 种不是很名贵的植物 我用一个百年英国瓷器工厂 所做的杯子 种很名贵的柚 不是很名贵的植物 柚子拔花也种很漂亮 有一个医生他跟我说 只要我开价他要买 只要我开价他要买 开价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 因为我的部门 智慧长老知道我们当过这个 募款 我可以募款为一些没有办法看到的病人 没有钱住院的病人 不医疗费用 我想要出个二十万三十万 对这个医生来讲没问题 但是我要告诉他事情 我说你注意看 这个杯子有瑕疵 你不要认为它是一个英国的 很漂亮的杯子 你看它有瑕疵 有后口 因为它有后口 我才省得种植物啊 因为水渣 培养土流出来了 把它的后口堵住了 看不到了 种出植物的梅 看不到它的缺陷 经过这样说 每一个人就拿着摸啊 擦啊 找啊 在这里在这里 找到了 一定要摸才找得到 注意它的缺陷是 这世上的人都看人的 坏的一面 再也不想用高架 说服我割爱了 但我珍惜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 所做的一切过滤 我相信都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坏事 也不完全 所以 我们找一个隔壁的 找到了没 你跟他说 你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等一下我们再加一句 我比你更不完全 在以乎所书二章十节说 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 他借着基督耶稣赶造了我们 要我们行善 这是他早已计划 要我们去做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再跟刚刚你跟他说的那个人说 你是上帝所终的工作 如果你愿意顺服 你将来是一个很好的庆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的故事 我很喜欢分享我的故事 这时候我要用一首诗歌 来做我们的回应诗 所以我们拿一下我的开水 中文字幕——YK 神关起一声门 踏避开一条心路 不疑惑不软弱 我心仍要赞美 我爱是信号主 不失去怕我 因为我的主 仍然在冷却 躺避在沙漠开江湖 在跨离开道路 随时变成的 却不被困住 我要在上 我从层门 在跨离走学的 我的组 永远掌权 上世的 在云里 守去的 你必代替 神之意 不能阻 我心仍要赞美 我爱是信号主 不失去怕我 因为我的主 仍然在当局 我们 他必在上 在跨离开江湖 在跨离开道路 随时变成的 却不被困住 我又在上 我从层门 在跨离走学高 我地主 永远掌权 神关起一扇门 他避开一条新路 不要疑惑 不要软弱 神是公义的 神是灵敏的神 神是仁慈的神 相信 你们要绝对的相信 我刚刚问你们的时候 你们不是 有一点疑惑 神是公义的神 他绝对是仁慈的 还是信号主 不是去盼望 因为我的主 仍然在掌权 他是在沙漠中 开江河 在跨离中 开道路 顺时免受敌 却不被困住 掌视的是在于神 搜取的 他必代替 神的子音 不能拦阻 我们的心 仍要在 我们一起来 一起同声 再唱一次 佛版世界 神观企丽 锦绽 神观企丽 禁山门 脱离 开一条 心不安妍 神知名已 你不得住 我心仍有 怎麼 飛起來 飛起來 我愛是青草族 不是驅逢我 因為我的祖 仍然在朝鮮 朝避在上海江湾 在荒野在河路 誰失眠聖地 卻不被困住 我要在上海中殘滅 在荒野撞全高 我的祖 永遠撞全 上世的 上世的 在雨裡 收取地 比代替 神之意 不得住 我心仍有 殘悲 我愛是青草族 不是驅逢我 因為我的祖 仍然在當全 他命在上 我在江湾 在荒野 在道路 誰失眠聖地 全部被困住 我要在上海中殘滅 在荒野 宣告 我的祖 永遠撞全 主 我要在山漠中讚美 在荒野 宣告 我的祖 永遠撞全 請坐